中国在空天飞机的发展上取得了怎样突破性的进展 为什么说是完全碾压了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 近日 据南华早报报道 有官方背景的中方舰船知识杂志指出 中国的太空飞行技术可能已超越美国 如今能不靠火箭推进就能发射太空飞机 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不需要发射场 就能在机场起降 从而大大节省成本 但也增添了各方对太空武器化的担忧 中方研制出名为腾云的水平起降空天飞行器 并完成了首飞 对此专家评论说 未来以来 这比美国靠火箭发射的X37B更具优势 报道还指出 中国空天飞行器的技术还是受美国X37B启发 但是美国轨道测试载具还需要靠火箭发射 然而中国如今已经完全克服这个限制 成功发射太空飞机 据消息显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月还曾试飞了腾云 当时它是从母机而不是由火箭发射入次轨道 而且据成功的水平起降试飞的数据显示 未来中国空天飞行器将能从中国任何地方的机场起飞 这也意味着未来太空飞行可由目前的一年三十次增加到一年超过一千次 能像一般飞机一样随意飞行 那么中国的这架腾云空天飞机有着怎样的特色 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有着怎样的突破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空天飞机 据悉 人类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空天飞机的概念 空天飞机作为一种飞行器 并且既能在航空空间内依靠吸气式发动机和自身空气动力较为自由的飞行 又能入轨在境地轨道上根据轨道力学原理飞行 然后还能水平返回的空天飞行器 但是目前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研制出真正可用的空天飞机 美国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射航天飞机 而且实现了部分可回收 也是向空天飞机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由于其重复使用的成本较高 不是以大规模生产 因此也限制了美国在空天飞机领域的发展 美国此前的X37B空天战斗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无人且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 由火箭发射进入太空 是第一架既能在地球卫星轨道上飞行又能进入大气层的航空器 同时结束任务后还能自动返回地面 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 其最高速度能达到音速的25倍以上 常规军用雷达技术无法捕捉 其中X37B已于2014年10月17号完成连续飞行超过674天 但是项目发展至今 X37B的存在价值一直备受争议 而且美国军方一直很少透露它的任务与行踪 令外界一直对它有诸多猜测 其中外界也有很多认为 X37B的实质就是一个太空战斗机的意见 然而美国空军副助理部长佩顿则解释 X37B只是航天飞机的升级版 否认是一种太空战斗机 就用途而言 美国是非的X37B太空战斗机 是采用运载火箭运输 因此它也就只能称之为外太空战斗机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空天概念 后面美国将X37B作为攻击别国卫星的武器 但是美国自从有了X37B空天战斗机以后 就没有再继续研究下去 终止了这个项目 但是中国对于科研的执着远远超过了美国 中国在空天飞机的项目上 是持续坚持研究与创新 因此通过不断的努力研制出腾云空天飞机 并且突破了发射场的限制 从而实现了可以不需要发射场 就能在机场起降 研制出了在真正意义上的空天飞机 可以说中国在空天飞机的发展上 完全碾压了美国 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 因此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 也将完全超过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 成为空天飞机里的翘楚 据悉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采取的是水平起飞方式 通过使用吸气发动机 并依靠气动升力 大大降低燃料携带量 大大减少自重 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也使得腾云空天飞机看上去像飞机 并且能够进行大范围机动 而且与航天飞机以及轨道飞行器的变贵不同 腾云空天飞机的飞行自由度更高 也完全实现了在机场自由起降 具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 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 可以实现天地往返运输并重复使用 大大节省了成本和提高了使用效率 而且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 也实现了既能够载人 又能够把卫星等航天器送到太空 也成为一种可执行航天发射任务 并多次重复使用的新一代天地往返飞行器 并且实现在地面机场水平起飞 就像使用普通飞机一样 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在空天飞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对于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的发展 据中国军事杂志报道 中国的航天技术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 因为它现在可以在没有火箭推进的情况下发射航天飞机 这将意味着航天飞机将不需要发射场 并且能够在机场起飞和降落 因此在中国研制出腾云空天飞机后就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太空武器化的担忧 此外 由于美国的X37B被用来当作攻击别国卫星的武器 但是随着中国成功研制出腾云空天飞机 加上凭借中国拥有强大机械手臂的天宫太空战对其进行反制 但是中国可能不会主动将腾云空天飞机作为太空武器使用 因为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因此不会成为第一个做出这种改造的国家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会放弃这方面的准备 只有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先例 那么中国就会予以强制反击回应 因此中国在空天飞机领域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了美国 而且中国的腾云空天飞机也是让美国X37B空天飞机黯然失色 因为美国在空天飞机领域取得了一点成就后就沾沾自喜 而不再继续进行研究 选择终止了空天飞机的研究计划 这也使得美国X37B空天飞机只能当间谍卫星 甚至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空天飞机 相反 中国虽然是有学习美国X37B空天飞机的技术 而且也有美国X37B空天飞机的引子 但是中国在冲压发动机 抗急高温的复合材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 也有自己的创新发展 因此才能在空天飞机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也是中国能够超越美国的原因 并且中国还将坚持开发空天飞机 并在实现载人飞行以后 使得空天飞机有拥有更大挂载能力和装载空间 以便可以发挥空天飞机的最大用处 相信中国在空天飞机的发展上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